爸爸去哪儿第五季的播出 陈小春的软萌儿子Jasper瞬间就劝讽无数 第一集播出时 不少网友都觉得陈小春对儿子超凶 替Jasper感到心疼和委屈 不过陈小春爆料 其实在家里Jasper一点都不怕他 他还称儿子看不起他呢 9月18日晚上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早前陈小春在某节目接受采访时 爆料称他从来都不怕我 看不起我 做爸爸厉害没用的 他喜欢跟爷爷 爷爷会煮好吃的早饭午饭晚饭给他吃 陈小春还爆料说 有一次英彩儿跟朋友出去聚会 家里就剩下自己和儿子 夫子俩只能到餐厅吃饭 前程无交流 到吃完饭 陈小春才问儿子好不好吃呀 Jasper就只说了嗯 陈小春调侃夫子俩就像是第一次约会的恋人 节目录之后 夫子俩的关系好了很多 现在陈小春已经知道要怎么去照顾他 哄他睡觉了 用陈小春的话说 现在我们变得像好兄弟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